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身上都没带麦 我们在那随便吃 我们听得到 我们都听到了 来 两人的前五发 运动员准备 开始 呃 陈琳要调整一下 呃 哦 不错哦 哇 好稳啊 怎么样 再找感觉 这个是 从此的话是梅兰应该也练过 对 哦 真的不错 嗯 它是那种成绩很稳定的 嗯 哦 出一幅啊 8.6 刘仙宁 对 哇 9.3 划打完很棒的成绩 是 一党啊 一党啊 一党 三党 三党 刘仙宁 总团是 十二党 二党 嗯 二党 一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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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总团是 三党 三党 六党 今天 一党 一党 总团 全音 五发上三十也很棒哦 嗯 说不定又有一位超过男生的成绩 太恐怖了 是 好 发力 运动员准备 开始 而且你后面也慢慢找到一些感觉啊 感觉能不能追上 好厉害 8.4 嗯 好厉害 很稳定 一直没有什么失误 二养 四 完 哇 哇 现在感觉就开始要给潘神神的成绩一些压力了 哇 超了 有机会超的 有机会超的 而且男子的那个成绩 保不住了 已经保不住了 有了上70了 74点 24 也太厉害了吧 太厉害了吧 要传一传手机 赶紧摸一摸 摸一摸 摸一摸 姿势很帅啊 这样的话潘神和沈梦瑶的成绩都超过了今天上午男子的最好的成绩 应该是他手上那只熊猫吧 他就带了一只熊猫 吉祥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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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咱们植运动员也会有一些这样的心理暗示的 刚才男子比赛的时候 老师有问我说回去我们要研究研究这种 这种旋选 好开心 好开心 好棒的成绩啊